今天早上是巴林Victory 還有Yumbo Vizna 兩個車隊會來 那我待會就會代表我們台灣 Yumbo他們這邊 我覺得騎車上面不算有散 就是在台灣可能車會讓你啊 昏昭日本已經很習慣那樣的騎車環境 就是這裡啦 沒錯 我們今天要來參加環化新加坡 算是約期前的小小會議 然後這個行前會議會大概講一下這兩天 會有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我們現在在一個Shopping Mode的樓上 然後他就把它隔成一個像是小小的會議中心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們在剛剛偷偷才得知 我們接下來幾天的行程 算是我看這個名單真的是眾星雲集 我們明天早上要去一個Copyright 然後聽說啦 早上就會跟巴林生意車隊 跟Jumbo Visma車隊 一起有一個室內MIT的機會 所以明天早上就可以找他們簽名 現在是早上的五點半而已 然後我們要騎乘的里程大概是50公里 繞一下這附近的路線 然後這是一個輕鬆騎 大概9點吧 會在咖啡廳跟選手們見面 後來就把追蹤人追蹤 我們會帶你們去C3 OK 我們剛剛聽完了路線導覽 今天就是一個輕鬆的咖啡旗 然後剛下了一場大暴雨 所以現在地板有點濕滑 他們提醒我們要絕對安全小心 因為重要的賽事是在明天的TTT 還有今天的很多MIT見面 所以待會我們就輕鬆騎乘 到路上繼續跟大家分享 OK Let's go 他們的建築也都很有特色 長得不一樣 我們現在要先去看一下明天 比賽的路線 然後還要繞到聖逃殺對不對 有一點大圈 但是大概30幾公里 只不過我們這一隊 台灣都穿得這麼藍 回來應該要洗衣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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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剛剛繞了一圈 Suntech廣場的這個圓環 它就是明天TTT的一個賽事路段 它明天的TTT算是一個蠻有趣的比賽 它是四個人要一起出發 然後最後一個人到終點 才是這隊的完整成績 所以它就很重要的是整個團隊的運作 然後我們是混合組 男生女生 然後今天就稍微來暖身一下 因為有蠻多U-turn 然後左轉90度這種路線 要稍微適應一下 希望明天好天氣啦 不然騎乘起來危險的係數可能就會再增加 當然這個是4FUN 好玩為主 跟各國的車友稍微交流小小比賽一下 OK 我們剛剛繞完了明天 踢踢踢的路線 飯圈 好緊張喔 隊友有沒有信心 可以的 我相信有三位男士去飯我 聽說這次有14隊嗎 14個國家 這是新加坡唯一的上坡嗎 不是 還有一個小三國的嗎 哇 我們現在在海港旁邊 這邊好像是新加坡的 比較正中點的位置 中間點 然後新加坡他們這邊 我覺得騎車上面不是很友善 就是在台灣可能車會讓你啊 或是到日本已經很習慣那樣的騎車環境 站在新加坡 因為聽說啦 他們在這邊的汽車使用執照很貴 然後好像是十年一千吧 一次就是要兩三百萬台幣 買十年的使用權 所以他們對於 汽車以外的用路人 其實不是很友善 但是這是我聽說的 如果有不正確的地方 也請大家在下面留言糾正指教 然後我們在騎乘的感受上 就真的是必須要非常小心 因為汽車不會讓你 它就是非常的強勢 然後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法規是 在新加坡這邊騎車 它會有一個限制是 如果你沒有完全封路 或者是做一些可能申請 你是不能超過十人以上團騎的 就是你必須要在十人以下騎車 所以我們雖然是大家一起啦 但是我們都分得很開 就是分成小團小團來騎 避免一些爭議 這裡已經到了 快到了 對 這邊就是聖陶沙 OK 剛剛我們過了那個橋 這邊就是聖陶沙 哇 這裡的建築都非常有特色 我們人現在來到了 繞完聖陶沙的圈 現在在公園裡面繞行 那 剛剛的路線其實就是 小小的上上下下 但是 今天就是來輕鬆騎的嘛 Coffee Ride 所以就跟各國的 這個KOL 其他的創作者一起 輕鬆騎車 待會兒 繼續往咖啡廳前進 聖陶沙公園也是 是騎起伏伏的 小上小下 一找很多人在那邊運動 好不騎車都有 這應該是新加坡比較少處有 小起伏丘陵的地方 因為我們騎了好多地方都是平路 我們 哇 這麼多車友 都要來迎接 我們的環法車手了 好 YES 太期待 我們今天吃早餐的夥伴啊 是巴黎美利達 哇 還有Jumbo Visma的Pro 我們現在要來 綁手環 綁完手環才可以進去 OK 準備去前往 喝咖啡 喝咖啡 吃了一點咖啡 吃了一點麵包 然後 目前要來個大合照 等一下Pro Team的人就要來了 今天早上是 巴黎美利達 還有 YUMBO Visma 兩個車隊會來 那 我待會兒 就會代表我們台灣 上台來跟他們互動 簽名啊 然後問問題 非常期待 其實心跳已經120下啦 對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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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的英文不是很好,所以我要去招待 哈哈哈哈 我们有个代表要问你的问题 是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给 Bill Bao 所以这个问题是 什么女生你喜欢? 你喜欢 你喜欢一个轻轻和一个性格 是的 或者是一段时间 我没有问这问题 YES!我們剛剛一口氣要到了超多人的簽名 而且這一場剛好是巴林跟Yambo Visma 兩個車隊在上面有一些互動 然後我也想說不要問得太認真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就是問了碧爾包喜歡什麼類型的女生 但我英文不夠好怕我講出來有點鬧苦 所以我就請James這次來協助我們的帥哥 來幫我小小的翻譯一下 但沒想到碧爾包的回覆也蠻有趣的 但今天很開心 追星成功 然後上五場就是跟這兩個車隊有一個簡單的早餐命 然後也要到了Curse、碧爾包、Yuki 很多大咖就是這些車隊的明星都要到簽名 超開心的 然後大概等一下我們就簡單再騎回去 所以今天里程大概就40k 然後繞了聖陶沙、海濱公園 然後我們就在這幾個地方繞了一圈 我覺得風景來說還蠻漂亮 但是路線來講沒有台灣騎車這麼舒服 因為這邊的車子我覺得讓騎士有點像一下的壓力 所以大家來騎車還是安全低 那接下來還有其他支影片可能會跟大家陸續分享 我們應該還會見到Pieter Sagan 然後Kevin Dish 還有Kuz應該會再看第二次 然後還有Chris Froome Froomi 然後還有明天早上還會跟Pocaccia 也是來個早餐約期 我非常期待 好啦那大家記得持續關注我的影片 這支影片就是早上Coffee Ride 然後搭配80車隊 跟Jumbo Visma車隊的影片 我是Jumbo Visma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見到馬來西亞的朋友 哈囉 YA 新年新年 平常我都有看他的影片 他也是拍非常多單車相關的題材 而且我最印象深刻是你們去挑戰一些賽事 是很困難的整個Team一起去 對 然後最近他們也騎新的車 高斯特 我們隊員全部在後面 喔 待會去跟他們打招呼 對對對